Hello,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看一下LikoLi825题,ValidPelindrome,那么这题大家可以看到它也是一个面试高评题,Facebook和考这题考得非常多,那么这题其实是easy,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吧。 那这题是说给了我们一个string,让我们判断它是不是Pelindrome,然后是指考虑比如说这些英文字符号数字,像这些符号空格什么的就不用考虑了,然后我们也不用去管大小写,那么第一个例子是那个Pelindrome,那第二个例子就不是。 那我们看第一个例子,这就是双指针一根在头一根在尾,那大一小a是一样,那么就e,那接下来两个m是一样的,a是一样的,n是一样的,然后符号我们就跳过去,两个a又是一样的,这两个P,因为不管大小写一碎也是一样的,l也是一样的,然后a,之后n,然后是a,然后到中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终止了,因为i大短追了。 所以代码其实很简单,就双指针,那我的循环条件就是当i小一追的时候,那么一开始我们要移动i,因为我们要跳过那些就是符号什么,所以有一些函数在c或者c价里面,如果这个数比如说并不是字母或者并不是数字,那么我们就可以尝试跳过它,然后对追也是做一样的操作,那如果i带等追,我们就直接break就行了。 好,那在这里的话,我们就把它们变成大写字母,那如果变成大写字母之后,它们不一样,那就说明不是plinger,那直接returnforce。 要最后wad结束,那我们就可以returntrue。 代码的话其实就是这样子,就是可以用到一些语言里面的一些内置的函数,来判断它是不是字母啊,是不是数字啊。 好,那么这题呢就说到这儿,下次见。